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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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快樂 都算是中國情人節 今天我們的情人節奉獻給大家 沒錯 我們今天不撐抬腳 和你們一起撐抬腳 今天是我們鬆喜 我們都說是鬆喜 但我們常常都不說話 今天是七席開瓮 希望有多東西介紹給大家 鬆喜 今天來到這個新環境 大家一定沒見過我 我也是刚刚见了两天 就是我们苏蟹的show room 没错 你就知道你有前身的show room 我自己的show room 很开心 其实我做这个苏蟹的原意 都是希望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也秉承我这个不看下 都要买下的技能 这个技能很感谢我老公 这二十多年来 都放任地让我去做这件事 是 给你做的 练得什么 练得一身好武功 什么武功就是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人闪闪 你不要买一些很伏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不是每次买都是好东西 对 未必买自己做 你也会遇到那堆翅膀 有时买东西回来 因为不要用就给了人或扔掉 对 所以这二十多年里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买手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 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用家 而且趁着我们现在有消费券的时候 今天我真的帮你们 消费券 帮你们在洗一些 帮你们精明地去消费 去善用这些消费券 这个是重要的 是吧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 买完的都是垃圾的回到家 买完后买那一刻 你会充滑滑滑的 很开心 怎样不然用完一轮之后 是这样的 所以我因为伏得太多次了 所以练到这一身武功就是 我苏蟹只会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 不是或者是全部都是我自己用的吃的东西 所以我很想开心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愿意搞这个苏蟹摩 就是这样的目的 你说说赚不赚钱 最重要是不要蚀钱 没错 最重要是不要蚀就行了 你现在成本又贵 什么都贵 你想想想我们搞那种 一些东西的运辖 运较之前我们给 某大几个āmans 各 division 都搞到店主 told 而且是老饺转 因为跟实际上很多东西 在物流方面都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好的 我们都找到有几个哥哥 帮我们终他自己的苏蟹车怂 当然这个苏蟹车是不是 og 我们其中时间是有自己的职业 就是做到他的老本行 image 多謝Benny,Benny哥哥 我想很多粉絲曾經跟蘇蟹買過東西 都有見過Benny哥哥 他們服務一流 非常有禮貌,非常有交代 所以這次我們蘇蟹再開倉 都是他們成對有幾個哥哥 會幫我們一起送貨 這次我是蘇蟹 今天實在太多東西買了 我想盡快入正常 正題 因為太多東西買了 我也要先說一點 以往我們有一個難度 永遠冰鮮的東西、凍肉的東西 永遠跟乾貨分開送 這次是好 因為自己的車隊一次過就可以送給大家 大家只要買夠800元 那就免運費了 看看大家今晚買不買到800元 如果買不夠的話 就給60元運費 這次我也要說一點 就是因為車隊的問題 只能夠在樓下交收 到時你們取單之後 店主或我們的大內總管 總管就會跟你們聯絡 這時候我也要介紹我們的大內總管 因為之前已經出過鏡了 我們有請 水水 水姐 送人說Hello Hello Hello 這個就是我的大內總管 為甚麼呢 以往做到店主 是JACK 因為實在單位太多 他很用心 我們希望務求做到 每個人買我們鬚弃的東西 除了吃得開心、用得開心 收貨的時候 都好像 都一定要很開心 不要為了送貨的東西而煩惱 我們是客人服務員 一定要做得很好的 非常好 因為我們不是自在錢的 我們希望賣的是一個質素 OK 這個就是水水林 以後我們鬚氣魔開 他都會在場 所以今天 你第一次 不要水 不要流 不要水 OK 又情似水 是可以的 好了 我們正式開始 開始了 好多東西買了 水水 因為今天 我看不到留言 因為我們今天的設備 全換了 沒有iPad 或者電話 讓我看到留言 但你一定要留言 有甚麼問 水水就會看 看完之後 他就會跟我說 我會認你們的 你放心 OK 第一件事開始 水水你先準備一下 好 好 那先介紹甚麼好 老公 想介紹我們這個新環境 不如帶大家走一次 試了一些新器材 有這個漂亮的大雪櫃 我們投資了 真的投資了 這個大雪櫃裡面有些甚麼 我最愛的妖妖 對 就是日本和牛 沒錯 C4的和牛 以往一直都有賣 但為甚麼今天都會再賣 因為你也知道 賣賣後我們會停 我們這個鬚器不是每天都開張 是一年可能開幾次 很多人吃完之後 就不停地問店主 何時有牛肉賣 今天當然不少得這位主角 有新朋友有舊朋友 Honey 你要介紹多一次 這個西蘭牛扒 這個西蘭牛扒 就是400克的 大家看看 好 好 我自己喜歡吃厚切的 當然 如果有些人覺得400克吃不完 還有250克 待會兒再逐一來介紹 看到是不是很帥 而且還要 你看到包裝不同了 這個叫做Skin Pack 現在最流行的一種包裝方法 第一它沒有那麼容易流氣 以前可能送送貨 有時有些都流氣 但流氣也不要緊 它不會損壞到C毫的質感 這個就是400克的西蘭牛扒 待會兒我會介紹 亦會示範怎樣煎 怎樣都要再跟大家溫故之身 再告訴你 這樣才煎得最好吃 待會兒再告訴你 價錢實在很便宜 這個是A4來的 為何你會問 為何不選A5 小偉 我告訴你 我吃了這麼久的牛 我覺得A5 最貴的是它 但我有時候 我都說了 最貴的也未必是最好的 個人口味 我嫌A5是太肥的 而這個A4 亦是去到A4最頂級 即是A4也有分很多級 但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不是重點 其實是說木場的問題 我也說過 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算在外面選A4 為何A4也不參差 當然是木場的問題 你們有去買開菜 你們都會 一些精明的師奶 或者一些很喜歡的師奶 即是怎樣說 那些很厲害買菜 他們都會很特定 例如牛肉 我一定要在這檔買 為甚麼 因為你覺得那檔肉桌 牛特別漂亮 我一定要去那檔 豬肉檔買 為甚麼 因為那檔特別漂亮 菜檔我也是 所以我也是 我買菜 我不會在一個街市買完 很難得 所以就讓我找到這個供應商 而他們是日本人 他們一家幾代都已經在製造和牛 所以他們的質素 真的有很不同 好了 講到這個時候 麻煩大家幫我分享 因為為甚麼呢 有好物 你沒理由不分享給你的朋友 沒錯 分享出去買不買不要緊 但起碼我告訴你 看我的LIFE應該都是長知識的 好了 這個就是400 Honey拿250 薄片給大家看 好 這個一樣 這是同一塊牛切出來 只不過我們是用重量來做單位 所以你會見到它是薄一點的 有些人喜歡吃薄一點 有些人喜歡吃厚一點 我自己喜歡吃厚一點 因為我覺得容易控制火爐 我喜歡外面脆 裡面還是生生的 這些就很容易煮到很容易熟 有時候我覺得處理得不好 有時候會過熟 但有些人喜歡吃熟的 容易煮的 薄的也可以考慮之列 這個就是肉眼 做個西冷250 這個肉眼一看就知道 我老公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250 這個就是西冷 看見到西冷 看見到它是薄一點的 好了 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 為甚麼有時有說A 有時有說M 吃東西當然是吃最好 吃最到地 最到地 因為A 用得A來做一個Grading 就一定是它是真正的日本牛 才可以用A 如果用M那些 它都是和牛 不過通常可能是在澳洲 或者美國的和牛種 這些就是正式A4的和牛 就是國產牛 A4都要重要分 國產牛還是雜交牛 你聽到雜交當然是差一點 其中可能有一半不是國產牛 它是混合的 這些是純正 是國產牛最正宗的和牛 我想很多粉絲朋友 都應該跟過 亦都買過 都是很平如潮的 所以我每一次 都一定不會缺少這個和牛 好 今天除了有這兩個之外 當然不少的就是用來做 shabu shabu 是不是 shabu shabu 不少的就是薄片 shabu shabu 你看 很漂亮 我們不是… 你們這些不是很聰明的助手 好了 這個就是250克 這個就是西冷薄片 有些人喜歡吃西冷薄片 有些人喜歡吃西冷薄片 有些人喜歡吃肉眼 這就是肉眼 也是250克的 我個人喜好 我喜歡吃肉眼 多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 我喜歡追求那種口感 你也知道和牛 就是一種很獨特的味道 它本身也很夠濃 但有些人喜歡吃西冷薄片 原因是因為 肉味更加濃 所以有些人喜歡吃西冷薄片 不過大家不用心急 因為這次一賣的話 都一定是包羅萬有 其實西冷薄片和肉眼 都很難相 超級漂亮 入口融化 又有牛味 不會是刺激都不開 我都吃過一些和牛 都是蟹的 這個真的非常之不錯 我都找了很久 我已經吃了好幾年了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不少的就是五花腩 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吃牛 我喜歡吃豬 或者甚至乎 你很多時候吃火鍋 你不會只吃豬 或者只吃牛 豬 豬都要點綴一下 我今天選擇了 也是這個 豚肉 正式日本豚肉 我們不是叫豬肉 我們叫豚肉 日本稱之為豚肉 就是五花腩 為甚麼選擇五花腩 因為我覺得五花腩 它不會漏 不會怕肥膏 會吃到你覺得很滑 五花腩是爽的 我覺得我喜歡吃五花腩 所以我都說我買些 都是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真的抱歉 就是這個豚肉 好了 我以往沒有介紹過燒肉 今天是新產品 你看看這個燒肉 很漂亮嗎 是否很漂亮 這個部位叫三角的部位 我覺得它的價錢 比起肉眼和西冷便宜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是高的 我平時就自己整個晚上回家 幾K 不過沒有人好像我那麼瘋 我就自己切到很薄很薄的薄片 用來吃Shabu Shabu 就是用這個位置 但一定要吃 切得很薄才好吃 為何要切得這麼厚呢 因為用來做燒肉 必須要這麼厚 否則就會變爛了 以往我吃到一些燒肉 都是很硬的 即使它說是和牛 但也很硬 為甚麼 就是有質感 就是提及級別的問題 讓大家看看 你經常買回家的三角 是多大 有請 我老婆平時買回家的三角 是這麼大的 是否有點瘋 買回家 接著我們有個 那個機 那會切肉機 切肉機 一邊切 然後獨立包裝 不知道有多少片 有多少片 有多少片包一包 每次我們出來吃的時候 就拿一包出來 沒有了 現在我已經進展到 我回去切開一塊塊 每次大概都預料到自己 吃多少份量 再急凍它 每次就解凍出來切 你看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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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很漂亮 冰仙 就算放很多個月 都仍然很漂亮 切完出來就是這樣 因為它現在很硬 所以你看到它會比較深色 但當你解凍之後 其實就是變成這樣 切了出來就是變成這樣 很漂亮 說真的 就算有時候 你們解凍解得不太好 其實也不會說 品質相差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賣相 可能有時候有些深色 一些不太好看 就算有些深色了 它吃下去都是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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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現在放下去吃 這個呢 一看到吃 它真的不得了 對了 這個也需要時間解凍 跟大家說一下 吃牛肉 無論是 煮熟煮熟 或者你 任何炒的牛肉都好 一定要把它全部解凍 解凍的程度是變成失溫的 如果它裡面還有些冰 你滴下去 會令整件事變成糟糕 所以解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繼續說著 我去做一吃 好了 當然 也不少得的是什麼呢 這是日本豚肉的脆腸 脆皮腸 脆皮腸 這是我女兒超級喜歡吃 也是大人小孩都喜歡吃的 好了 這個有三種味道 一個就是煙燻味 一個就是香草味 另外一個就是酸茸味 很簡單 買回去之後 也是整支放進水裡解凍 然後剪開它 拿它出來 在平底鍋裡 放少許油 然後滾滾滾滾滾滾 你看到它 嘻嘻 又看到脆脆脆脆 基本上 就已經可以吃了 很容易 這些可以送飯 也可以送酒 所以其實是非常好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天當然我都說了 我買得到的當然不會打單拋 這樣逐一逐一逐一 我們當然有福袋 便宜漂亮正 好了 介紹完這個腸肉之後 因為太多粉絲吃過 都覺得非常好吃 那些東西 因為不是經常開的關係 那今天呢 亦都是繼續賣回一些 一向很受歡迎的東西 另外一個受歡迎的是什麼 上次賣到斷了 亦都是其中一樣 就是這個清酒鵝肝 有沒有印象呢 這個清酒鵝肝 你別以為這個鵝肝 還要你回家裡 又要加豆粉 又要調好 又要加鹽 這些路路又要煎 這個是不需要 因為它已經有了味 在裡面了 非常之好吃 我們怎樣吃 解凍之後 其實不用解到很冷 基本上現在撕開它 你攤它出來一會 接著你趁它還硬硬 好像牛油一樣 一塊塊切開一片片 接著呢 逐個逐個捉到 放進口裡吃 是好吃的 這個 我的朋友每個吃完之後 一直問我有沒有鵝肝 我就沒有了 上次那些一早已經 瘦輕 今次呢 長期店主說 他都會想 入多點這個貨 到時你們又看看 如果吃完覺得好 你想再回單 你們便 到時又 WhatsApp店主 或者WhatsApp大內總管 水姐 再下單 但今次當然也有這個鵝肝 這個鵝肝 就叫做清酒鵝肝 你問可不可以煎來吃 你加熱當然可以 還要不用太煩 又要調味 又要整理 你也知道 煎鵝肝也不太容易拿捏得到 所以這些就簡單 我們送走不得了 好了 另外呢 還有的 上次都是受歡迎的 一個鴨腿 這些呢 有鴨胸 sorry 鴨胸 鴨胸 鴨腿 另外還有一個黑椒的鴨胸 咦? 黑椒鴨胸去了哪裡? 不要緊 總之有三個味道 總之有三個味道 一個是黑椒鴨胸 一個是原味鴨胸 一個是煙燻鴨胸 一個是鴨腿 一個是鴨腿 這些就這樣 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切開一片片 超級好吃 有些人就說 加熱這個 這個鴨胸胸胸胸 放下去 又是很好吃的 另外當然 不少得的 漢堡扒 這個漢堡扒 有什麼特別呢 和坊間外面那些 它是全和牛 外面有很多 是侵了一些 其他東西下去 總之不是全和牛 這個全和牛 還要調好味的 那麼你解凍之後呢 只要按一按扁 它 同一個厚度 放進鍋裡 什麼油都不用下 每一邊煎它 大概兩分 兩分至三分鐘 兩分半至三分鐘 接著反到另一邊 接著便可以吃 小朋友是自愛的 小朋友經常都很煩 鵝肝多少錢 鵝肝多少錢 待會一次過說好 88元 八十八元 我不記得的 你也知道 今天這麼多東西 我要寄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沒辦法寄到錢 一匹鵝肝88元 超划 好了 說得牛的話 當然不少得 我們的牛脂油 牛脂油 人們在問 什麼叫牛脂油呢 其實之前如果有追開我Live 應該我都曾經跟周醫生一起 同步開Live 周醫生也說 原來現在吃得健康 不是吃植物油 是吃動物油 尤其是牛的牛脂油 是最健康的 很多時候我現在家裡煮菜 炒菜那些 只要加一粒蒜頭 加少許鹽 你已經覺得很好吃 最主要 除了好吃之外 最重要是吃得健康 其實周醫生那時候也說過 原來吃植物油 原來裡面有很多Omega-6 Omega-6是不好的 不好 聽不清楚 不要聽到Omega 以為好 Omega-6是會令到 如果你有發炎的症狀 令你的鹽症 會更加提升你的鹽症 但是呢 反而動物油 譬如牛脂油 它的Omega-3就很多了 Omega-3就是令到你的鹽症降低 即是吃得多 Omega-3是對身體有益的 所以現在呢 很多一些追求健康的先鋒 他們每個人都聽到人說 KITO飲食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已經在吃動物油 但是今次這個動物油 這個牛脂油 比起坊間牛脂油 更高規格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用澳洲的草字牛 草字 平時那些可能是菊字牛 對呀 那一會兒又介紹一下 看看一會兒怎樣炒菜 我上次都說過了 唉 我們說了這麼多吃的東西 最重要我其實覺得 新外物都很重要 有一個新外物 原來你發現 除了洗澡那一刻脫下來之外 你差不多是長時間 我們這一生都經常 緊貼著我們最親密的接觸 就是內褲 那你看到嗎 是否很美呢 真的呢 這一個就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叫做法朵 我自己現在都在穿著它 我現在身邊 認識我的朋友 家人 都是在穿著它 因為大家穿完之後 沒得回頭 一會兒再慢慢介紹 一會兒再說 它有什麼獨特之處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先說一點點 買些關節 一定包好你的屁股 不會 我們所謂的 不會卡屯 即是不會 那條邊 有空就要拔 那條底褲邊 明白嗎 不會放進去的 超舒服 超吸汗 亦都很透氣 那我想呢 你們過來看看 過來看看 我說這裡是showroom 買這些絲襪的東西 當然是扔完一邊 沒有理由坦蕩蕩的 對不對 今天呢 我介紹五款 當然這個品牌 不僅只有五款那麼少 因為這五款都是我穿著 我都說我賣著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這五款都是我自己穿著的 五款 所以我今次特別想介紹這五款給你們看 這裡了 是不是很美呢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應該走出來 到Soul Boss了 究竟我老公去哪裡 老公去哪裡 老公去哪裡 他真的在吃東西了 是嗎 嗯 是呀 在吃東西了 還是 1 2 3 4 5 那隻 跟上次一樣 這隻和牛 你看到 來 先讓你看看 不吃了 讓你們看一看 怎樣 這個和牛 哇 做了出來真是不得了 哇 你也很高興 嗯 自隊 在這裡 嘗 嘗 你… 嘗 你可不可以… 不用我自己來 我怕你會咬到我周圍 嗯 拿回碗 咦 好像還沒滾 沒滾你已經吃了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慢煮 應該這麼說 嗯 這些就算生吃 不是 我都試過了 那是沒有問題的 Ris Rod 很美味 當然是煮滾 當然是煮滾來吃 還把它 unc吃shift intent 很油вер 很多時候 Produkte 舉個例子 大叔 渾身 混合似 要你转一转,一转一转上来 其实是在这个盆子里面的 所以很容易就会找到一些经常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锅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你再弹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你 一二三,放手 你很大力弹下去,也不会弹出身的 好了,在这个时候,我都要… 你帮忙录一下东西吧 嗯,好啊 看到了,这里分别有西冷,有肉眼,有豚肉 当然不能少的,还有配菜,影影到配菜 你可以放一些配菜进去,是吧 嗯 你先帮忙录一下食物 好 这个时候,我也很想跟大家讲解冻这件事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盆子,你看多方便 你这些,你放在整件事,整件事,放在水里 就OK了,整件放在水里,因为它不会入水的 很快便解冻了 不过,解冻也有个竅门的 你知道,小水,它又解冻也不够,是吧 当你遮掩过它,即是水的level 高过它,它会浮起 所以呢,当你解冻的时候呢 你反转了它之后呢 用一些重一点的煲也好,碗也好 你扎着它,要它长时间在水里面 这样就很快便解冻了 你看到我,现在 好像有时候,哇,很重一点 嗯 准备了一盆水,见到吗 即是省水一点,有时候可能你的升盘很大 那比如这些这么小的,你有个盆子 那你就放一些水,这样反转 你看,那些肠,成袋放进去,那就搞定了 接着就剪开它便可以了 千万,你解冻了才会剪开 我不要剪开才会走下去解冻 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那么笨 不是,你不说我可能是剪开,我会剪开 不是吧,所以你说原来有多地獄,就是有多地獄 真的不会有更傻子 喂,不会煮东西就是不会煮东西的 有最傻子,有更傻子 千万不要,我们这些全部真空包装 基本上解冻就是这样 记住,你有没有看到的牛肉 全部已经是一些室温的状态 你不要还硬挖挖 还有些冰在里,你只要煮下去 那件事是不太虧的 在这个时候,当然先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 这个猪都精盈通透 这些猪,不光是牛 大家吃了饭没有? 是嗎? 吃了吧? 10點多,11點應該… 我老公經常說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因為牛肉錄得太久 當然沒有前途 當然是生生的 其實還有少許粉紅好吃 我這塊已經錄得久了 但錄得久仍然是很滑的 但它… 錄一會兒就完成了 好吃 對 超棒 不好意思,休息一下 好,先吃完東西,先吃一會 這個呢,還會示範怎樣做三角肉 我剛才說是燒肉的 怎樣令它好吃 其實很簡單,怎樣做都好吃 不過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有沒有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有沒有?快點分享出去吧 對,我先吃東西讓你們分享 過來看,過來選吧 好了,今天我就有個特別嘉賓 特別嘉賓就是我兒生女 我兒生女說今天有好東西 帶上來 抑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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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 好,你想烤一些東西吃嗎? 好 烤一些,Honey幫我烤一些牛肉給她吃 好 我要筷子 這裡 筷子和碗 好滑 好滑 好了,為什麼今天叫我兒生女上來呢? 有得好東西吃 當然有好東西喝才行 沒錯 這個兒生女呢 小時候我已經覺得她是魔童 其實基本上我姐姐不知為什麼 每個女兒都是魔童 小時候都已經古靈精怪,是很聰明的 她今天就帶了飲料上來 而這個飲料不得了 你介紹一下 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品牌 香港製造的有酒精和沒有酒精 我們也有的 那就是mixer 即是… 算是有咖啡類 有咖啡類 也有些是沒有酒精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賣了回去再混合 喜歡的酒 那就變成你自己喜歡的咖啡類 快點吃兩口 然後你快點喝出來給我看 好辣 總之是香港原味道 香港原味道 也有介紹過 也有介紹過你的 對,我也見過你想的 對,上了電視 超滑 超滑,好吃 好,那不如你拿你的東西來看看 你先拿你的飲品 我們先弄兩杯來喝一下 好 嘩,這麼開 魚人先給點冰來 好 魚人先給點冰 拿點冰 就是這一瓶 為甚麼這麼漂亮 你的瓶是黑色的 是呀 這個叫N.I.P. Gin Lemon Tea Gin 即是有瓶在裡面 有瓶酒在裡面 簡單說一說 這是我們跟一個本地蒸餾酒合作的 整個想法就是 因為他們也是本地 我們也是本地 再製作的 也是本地的檸茶味 整件事就是很香港原味道 那這個瓶 它是否本身的瓶你都選過 覺得很好味 所以才拌下去 對 如果本地但又沒有味 你不會拌下去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好,不如你介紹 這個就是已經拌好的 Gin Tonic 沒錯 這個是有酒的 這是不是叫做Gin Tonic 對 除了有Gin Tonic 還有加上檸檬茶的味道 對,其實它就是把Gin用了些茶去 秘密地有個Recipe 去infuse 滲進去的酒 滲進去的 沒錯 那跟混在一起又不同的嗎 不行的 因為如果這樣混在一起 那個味道可能是不足夠的層次 還有會有很多渣 這樣就不能打氣 哦,因為還有氣 不好意思,先插嘴 有人說你是年輕的兒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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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這樣做 那我很麻煩 我要用你的產品來用 先用 可能不要 很妄想是誰 這個 對,認住它 怎樣 怎樣 Cornconia Cornconia 另外這個就簡直是Tonic Water 但它不是Water 它裡面其實是梳打有氣的 對 還有糖 那平時的Tonic Water 或者Tonic Soda 和你這隻Tonic Soda 有什麼不同 至於經常都在街上有Tonic 最大分別就是 其實大家很多大眾的牌子 大家都有喝過 他們做的方法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用蒸油 或者一些 人工 對 人工的香料 明白 但我們這些就是比較 我們叫Crafty 就是手工的 手工的 手工啤 手工啤的朋友 對 他們問配什麼食物是最好的 就是你喝這些 是有特別想過的 因為其實這個 領茶味 我們覺得配這個打火鍋 就是最棒的 好的 你來試一下 對 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特別 好,就說一下Tonic Water 當然是有氣的 對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就真的用這個真材實料去做 是 唯一一個是最特別的 就是我們用冰糖 不是用白糖 是 如果用白糖就很甜 對 因為其實我們研究這個 recipe 的時候 什麼糖都試過 什麼黑糖 黃糖 冰糖 白糖 什麼糖都試過 發現你一對比起 是有不同的 冰糖出來的感覺 是最清爽 也沒有那麼膩 對 而且香港人很多時候會用這個 冰糖去煮糖水 是的 我們的牌子就是想用一些本地 或者一些比較香港元素 比較多的材料 去做 然後混合出來 是要好吃的 對 我看到這個檸檬 沒錯 突突的 平時我們看到的檸檬 不是這樣的 這個我知道 這麼噁心是有原因的 這麼噁心是有原因 沒錯 因為它其實是香港本地 種植的一個檸檬 香水檸 沒錯 都是香港原味道 是有不同的 你一刮它的皮 你看它的油已經飄了出來 哇 很香 很香 這種香是很自然的香 這個香水 我知道 你掉了 咪都掉了 香到不得了 咪都掉了 沒錯 這個又是一個很特別的檸檬味 沒錯 香當然特別 而且是本地種植的 我們就特意用了這個 我看到還有果皮 對 我記得你說過的 果皮和陳皮是不一樣的 你不會選擇用陳皮 用果皮的原因是因為那個味道 香得來不會炭 香腸 這個香水檸檬主角的味道 很講究 我們都研究了一整年 那這個呢 這顆是呢 草果 草果 我做果凍也是用草果 其實它的味道很複雜 你很難解釋是什麼 這塊皮 是 桂皮 其實你聞下去跟那些香蕉是一樣的 但沒有香蕉那麼厲害 是的 我覺得香蕉太厲害了 即是肉桂 是的 肉桂 這個是桂皮 這個桂皮 它就會比較有很多一些 Earthy的味道 就不是那麼甜 肉桂很甜 我說很多英文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他們從英國回來 所以就對這些酒精類的東西 是特別 太熟悉了 研究的東西 我想問我 我爸媽不是 我爸媽不是在看嗎 在看的 你媽媽在看的 你媽媽在看的 不是我不是喝很多酒的 入口上學就學習那些 晚上就學這些 沒錯 沒錯 真的浸了很多年了 原來就是這樣 好 就是說這個湯匪塑膠 我覺得 叫它做塑膠的東西 否則人們會以為是水 是 不如事不宜遲 你混來喝一下 好… 我們首不先試一個湯匪塑膠 我給你們一人一杯 你可以兩個都試 即是調酒師嗎 我也是很熱的 不如你也介紹一下 其實怎樣喝這些東西 是喝得最好 冰好像你也說有些講究 沒錯 因為其實由於今天場地受限 我們就只有這些 即是家用的冰 其實就是沒有那麼好的 那不是家用是怎樣 工用 其實你是最好 人家外面為何收你這麼貴 因為他們的冰是特別訂回來的 你看到外面的冰 是不會那麼混濁的 人家是好像水晶 沒有bubble 有什麼都沒有 我知道生水和熟水都有分別 熟了的水來做冰 都會漂亮很多 而且我發現我真的太喜歡喝冰凍的東西 所有的冰在冰箱裡拿出來 都會有一股白濃濃的東西 我永遠都會用水浪一浪 浪走了那股白色霧 因為原來當你擠一些有氣的梳打的東西 它會將你的bubbles 即是將那些曝光的那些炸的感覺 是沒有了的 它會炸在冰裡 所以如果你將你的冰在冰箱裡拿出來 用水浪一下它 然後倒走一些水 然後變成冰是晶瑩的之後 你再倒入任何有泡的東西 它都不會把泡走的 這是一個賣點 你不懂得開嗎 我都不懂 我都開不了 怎麼開 大陸 有沒有救冰 有沒有救冰 先讓我研究一下 我沒理由這樣 沒理由的 會這樣嗎 男朋友會出場 先讓我看看 可以了 你聽到有些聲音了 你有沒有做到那個調味 這個不是我用的 小心 可以了 可以了 給我 那個 你挑戰一下 我挑戰一下 我挑戰一下 有甚麼可以在家裡用好的冰 其實各大超級市場 我已經聞到很香 是嗎 都會有賣大格一點的冰 或者一個球 就是你剛才說的 是 其實你用那些 因為它的面積大一點 它都會溶得慢一點 是不是很困難 你來 找人 亂入 亂入 亂入不出 就是男朋友仔 未分敷了 未分敷了 不要downgrade它 何時有得喝 不要亂入 不要亂入 先借一隻筷子 借一隻筷子 借一隻筷子 鏡頭也是亂入 這樣 對 這樣才是鐵地 好 那這個呢 哇 還有一片香水 對 這個什麼酒都沒有 這個有 這個有的 這個有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混合了半鏡 本地的瓶 哇 好吃 沒錯 其實我喝過 那星期的 是好吃的 你也說好吃 好吃 因為我不是喜歡喝酒的人 我最記得 有一次我帶了這些 你給我一些 Carbonation 你的牌子叫Carbonation 是嗎 因為我帶了一些 酒精的梳打 給我一些 喝開酒精的朋友 他們一看 就覺得是妙的 他們最先 因為他們覺得 喝開酒精的 一定是自己混合 他們就覺得 沒有什麼期望 怎樣喝完之後 哇 好喝 可以 可以 兩個字 可以 我們這個是沒有那麼甜的 比起外面 一般 你試一下 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的檸檬茶 這個檸檬茶 有沒有混合任何東西 已經有酒了 已經有酒了 就不用再混合了 很香 我以為你喝一杯 當然不是 我自己也要喝 很香 這個檸檬茶 我們叫大人版檸檬茶 大人版檸檬茶 很棒 你再可以吃一下牛 我覺得是不錯 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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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東西 Apple問牛 怎麼賣 不用急 待會慢慢告訴你 網找不到 現在找不到 我不錄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應該先煎牛 給大家看 好 我先關火 找人幫我 大內總管 幫我移開 這個 這個 是 我幫你 移在這裡 很棒 其實我比較輕微吃 輕微吃 你煮的 我一定會吃 當然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煮甚麼 你想吃煎牛排 還是吃三角肉 不如我只吃三角肉 好嗎 好 找人拿一個 三角肉給我 這個燒肉 今天不如玩燒肉 正 已經解凍了 對 要多久呢 很快 這些解凍 剛才你看 阿姨掌石剛剛才拿出來 稍後 剛才我打開 我打開 給你們看 你看 解凍後 就是變成這樣 Rence可以說 I want to try the drain Thank you 真的要嘗試 好好喝 是啊 是啊 有人喜歡出海 是非常適合的 是啊 開派對 海中心 探望陽光 是吧 其實開派對 或者現在的人 都沒有甚麼地方去 是吧 Gordon說好介紹 是 真的好東西來的 這個 還有說 這個其實跟啤酒 那個酒精禽量 是差不多的 那你不用怕 會不會很濃 怕怕 免得喝醉 沒錯 記得酒後駕駛 酒後駕駛 我司機下面 你放心 酒後駕駛 酒後駕駛 駕駛 好 我們現在就 整興這個東西 嗯 在這裡享受一下 很好吃 好 好 這個 其實就這樣燒 就已經好吃 我平時 我比較穿 你看見 有一塊鹽板 這些鹽板 其實在一些 露營的地方 已經賣了 很便宜 可能20-30元 然後我在上面 就會擠一點青檸 你燒完之後 就蘸一點鹽來吃 鹽板來吃 又是一個風味 甚至乎你可以 加一點鹽 去牛肉裡 然後在那裡燒 又可以 又或者有一個吃法 加柚子胡椒 有沒有試過 柚子胡椒 你幫我拿 在這裡 其實這些柚子胡椒 你擠一點點出來 接著 蘸一點點來吃 就很好吃 又或者 加一點鹽 你幫我吃 你又拿這個 又玩這個 玩這個 這個很好看 慢慢拿 我又看一些留言 有人說 I want to try everything OK 行 沒問題 有人說 在哪裡買 當然在這裡可以賣到 不過一定要18歲以上 我們才賣 你收過的時候 都一定要拿身份證出來 我們才交貨給你 除非你很童顏 基本上一看電視 你夠不夠清 好 火熱得差不多 我們試試 煮幾塊 是不是炸 有的 是不是很棒 一定要有這些聲音 對 Gary說 Gin適合我 這麼多人喜歡酒 其實開派對 真的很好 你的雞尾酒 是嗎 Gin是比較容易喝的 Gin是嗎 沒有那麼難 對 人們已經開始很心急 問牛扒 牛肉 這些 多少錢 你們在留言 打 888 888 你們留意你的網絡 所有關於這個產品的資料 都會下難一次過 出來了 說牛肉 牛肉 好 那個 Carbonation Water 這個 這個 要留言些甚麼 才可以看到多少錢 好了 要有人打888 888 看牛肉 真的會 Basilia Elaine 她們全部打888 Ling Ling 打888 Kathy Apple Carol 全都是888 888 就是看到我們牛肉 好 你喜歡吃熟一點還是生一點 當然是生一點 生一點 好 那我先關火 已經很香 你喜歡怎樣吃 我們不如先放在碟裡 好 好 生一點吧 是 我先嘗嘗你這個鹽板 鹽板很有趣 好 好了 完成 三塊都是我的 不是 不是 先放在你那邊 好 接著我擠一些柚子胡椒 然後 放在你那邊 買了一瓶 我家裡的瓶都還沒吃完 好了 這樣 接著呢 鹽板 很簡單而已 擠一點 拌下來 不用捉 就這樣就可以了 輕輕吧 好了 我們試了 你試吧 試鹽板 輕輕 不要太多 因為它都很酸 真的嗎 鹽板很酸 我老公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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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一個小碗來吃 先試一下 大陸總管 好 看看這個三角位 只有一個三角位賣多少錢 我看不到 因為我全部是混合的 平時 三角位 不是 不是三角位 那些燒牛肉 是硬到你跳舞的 那麼 三角位 它的油分 是相對地高 所以 它的肉質 是比較軟的 哇 很油啊 是啊 因為它的油分 比較高 所以呢 你吃下去 它呢 燒肉 就是 我覺得燒肉最好 嗯 OK 要是我平時 就起筋 然後切得很薄 但是 因為已經 切好一塊 我這次只用這個 燒肉用的 好味道 好 打八八八 嗯 因為燒胡椒又好吃 你還要試多一塊嗎 嗯 還是試牛扒 對呀 試牛扒 試牛扒 好嗎 拿開這個 然後拿什麼 嗯 拿開這個 然後拿哪個 看著 不是這個 是整個盒 整個盒 整個盒拿走 這塊整個盒拿走 好 然後拿什麼進來 可以了 我在這裡 哦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打開 我們煎牛扒 一樣東西 一定要火要夠熱 好嗎 這個時候 就要找人幫我 保持這塊 我幫你 不行 要等我老公過來 是 怎樣 你幫我按住這塊 好 因為它會翻 不如我先蓋上它 這樣不用了 好了 煎牛扒 其實 我一定要示範一下 解凍了 那你就拆開它 拆開它 拆開之後 平均每一邊都是煎 看你喜歡吃多熟 我通常一分四十五秒左右 那你也是 不要動 不要動 那塊牛扒 不要看見它有空 要推一下它 這樣就不漂亮 你呢 是要 猛火 油也不用 因為它本身的油 已經很夠了 煎到它 它的表面 已經啡啡色 淺啡色 金黃色 不是淺啡色 金黃色 有一點洞 對 因為是封住了它的肉質 不要流失的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拆開了 我也很怕 出去吃飯 那些人幫你燒 然後不斷翻 哎呀 出水了 然後你已經看到蟹 沒錯 這個Skin Pack 不是說笑 真的 極度真空 真的極度真空 很難拆開 不要了 用刀剪 用刀剪 用剪刀剪 用剪刀剪 要剪刀剪 要剪才行 它真的是真空 對 要剪 要剪刀剪 要剪刀剪 真的一點洞 一點氣都走不出來 周圍都是 對 等一下給我 給我 你看到我在開著火 其實呢 你看我開著火 令到那個鑊 要很紅 嗯 這樣才好 好了 開了去看看行不行 有點難的 你看 可以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用手 即是煮食的師奶 都是要用手 是不是要辣邊 先辣邊 哇 真 辣脆的邊 好吃 都不是辣得很脆 那邊脆脆的 切下去 好 哇 脆脆的 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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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點雞舌 對,雞舌 給我 是 我不會蓋緊 不過免得到四處 因為蓋上去 擔心它 因為擔心它 擔心它 過熟 分45秒 我想大概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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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對地 想生一點 就把時間移短一點 然後 想熟一點 就把時間延長多十多秒 如果要吃全熟的話 我也沒試過 因為我從來都不吃全熟的牛肉 最重點是甚麼 煎完牛扒之後 肉汁 我們說是需要休息一下 叫做休息 休息的話 就要用石子包著它 大約一分鐘左右 然後才切出來 因為想肉汁鎖進去 牛扒裡面 你看我現在開到最盡的 這個 開到很盡的 火 最猛火 但不用怕 很香 還有多少秒 還有三十多秒 這個時候我們就在這裡等了 Angelo說 很多人都收不到八八八 收不到訊號 好,你們慢慢來 不用急 太多人就可能… 蚊蚊蚊 蚊蚊蚊 你們現在需要做的是甚麼 幫我分享出去吧 因為還有很多好東西要介紹 記得看到沒有 因為到最後 我覺得我的內褲 是一定… 很難找到好的內褲 你會否發現底褲很難找到 也是的 是嗎? 會放來放去 對,最討厭就是放來放去 劉慧正問 蘇波士收不收八達通 好,保住 消費券在八達通上收 當然收 我覺得一分四十幾秒 一定收 嘩 嘩 嘩 很漂亮 不用那麼久了 對 我想三十秒 可能三四十秒已經可以了 因為今天的火可能很大 嗯 好了 阿林林可不可以幫我準備 兩塊石子 對 石子 阿Rita說 烤牛扒的聲音很清脆 當然 三十秒告訴我 謝謝 Gordon說五成熟 最好我吃三成熟 放在這塊東西上 好,Apple說已經收到了 Inboard收到了 大家八八八 收到 拿著 好 好 翻過去 然後 我覺得有點過熟 翻過去 翻過去 那邊 那邊比較漂亮 這邊比較漂亮 真的,這邊比較漂亮 好 好了,先放好 蓋上去 蓋上去是嗎? 蓋上去 要是否要捲起來? 當然要 直接包著它 通常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聊聊天 等它分幾鐘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 Rest 哇 很適合 很熱 但是太香了 很香 現在整個 整個空間都充滿了 你要什麼? 你要領茶 還是什麼? 對,領茶 領茶 我們又要挑戰再開瓶 不要了,不要了 那你再喝這個 這個也是領茶 是嗎? 但是快沒有了 很好吃 因為其實它夠酸 也有點稠稠 那你吃了一些 有些油份的肉之後 你再喝 其實是可以爽快 真的特別好正 真的特別好味 好 很冷 給你幾張臉 謝謝 好 我先擦乾淨 拿著 怎樣? 我們的牛肉可以吃了嗎? 還有… 應該差不多 還有等一等嗎? 等一等 夾著螢幕也很好看嗎? 看到了 這樣可以看到一些留言 八八八 這個就是 有一個套餐應該是 燒的 又有 燒這三個肉 是第一次出的 不如這樣吧 現在我又說一說 我又說一說 有什麼套餐 我們有超級牛魔王的福袋 有大福袋 和小福袋 這個大福袋 原價是三千零四十八塊 我現在和你組裝完之後 做到這個特價 就是一千九百八十八 是一個大牛魔王 大牛魔王的福袋是多少呢? 水水 麻煩 就是有齊了 你想試的所有的肉眼 我給你看 400克 各一塊 西蘭和肉眼各一塊 然後一個清酒的鵝肝 然後一包250克的西蘭 和一包250克的肉眼 這個用來 然後一包豚肉 五花爛片 也是用來吃火鍋 其實那些用來做瘦起燒 剛才我說的 售起燒也可以 或者用來做薄燒 薄燒 薄燒 對,薄燒也很好吃 只是那裡也不止 一千九百幾二千 只是那裡也不止 對,因為其實它真的很貴 還有,繼續 二千元一千元 對 還有這個腸腸 脆皮 日本腸 有三種味道 還有兩個 兩個和牛漢堡 和牛漢堡 這些和牛漢堡已經醃好了 大家不需要再加任何調味料 亦都不需要加油 好了,又有兩個 然後還有鴨胸 黑椒鴨胸 還有原味的鴨胸 還有最後那個 就是剛才解凍的三角肉 對,還有一包三個 對,肚圖也有很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有十二樣東西 都是一千九百八十八 這個是超級抵抵的牛魔王福袋 大福袋 當然小福袋也有 小福袋是一千六百八十八 長程,我不再說一次了 你們剛才八八八的時候 應該可以看到你的福袋 裡面有包含了甚麼 不過我覺得大福袋和牛 這個大福袋一千九百八十八 好的 完成 好,大萊總管 我老公說想喝,繼續 我們再開來吧 有很多人想知道 林林的酒的酒賣多少錢 甚麼? 有很多人想知道 我們好像有幾個不同的套餐 對,我們這裡有,我這邊有 好,我們需要打什麼號碼 才知道的Carbonation Gin Tonic 888已經包含在裡面 輕輕地說一下 原來你一盒是有四支的 沒錯,我們有一個手抽 Debbie,可否給你一個手抽 這裡有 這裡有嗎? 有 這麼好嗎? 準備了 是一個我們自己設計的手抽 一抽,四支 這一個是有酒的 對,有不同的 這一個剛巧是四支有酒的 有一個是四支沒有酒的Tonic 也有兩支兩支 即是兩支有酒,兩支沒有酒 即是兩支檸檬茶 兩支是有Gin的 如果只用檸檬茶那一支 Soda就20元一支 不是,檸檬茶比較貴,有酒 沒有酒的 沒有酒,對,20元 沒有酒那一支就20元 那有酒那一支呢 四…五十二嗎? 四十八嗎? 對,四十八 四十八一支 沒錯 所以如果是混合的話 你自己計算吧 20加20再加48加48 這樣就變成一九二 對 如果四支都只有一支沒有酒 沒有酒的 這一支Tonic Water 就是80元 80元有四支 80元有四支一抽 當然還有一些再優惠 是不是優惠的 還有一些 對,有一箱 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24支 其實很快就喝光了 其實我覺得Tonic Water 除了混合酒 你說還有一個混合法是很好喝的 沒錯,就是混合咖啡 就是咖啡嗎 對,就是Expresso 對,叫做Expresso Tonic 那麼厲害? 現在是很流行的 沒錯,很流行到來香港 其實文青也是非常喜愛的 文青?沒錯 我們不是文青也會喜愛 對,沒錯 哇,你看看 多漂亮 這個我先替移影室 我要 好 她要上升了 我要冰… 對,我要多點冰 你也要多點冰? 要,謝謝 好,我給點冰,麻煩你 你看看 漂亮嗎? 分幾宗 因為剛才… 很多時候我煮東西吃 都是要看著火 剛才我說的一邊 1分45秒 另一邊我想我用了 都是30秒左右 我們切出來看看 好嗎? 我們切出來看看 甚麼樣子 平時我們可以加一點鹽 這樣吧 一點鹽 你可以煎之前加鹽 或者煎完之後加也可以 但是我通常就不加鹽 一些人喜愛 我喜歡加醬汁 不如我現在試試切一次給大家看 我都覺得有點過熟了 但是有些人就喜歡吃 有很多人很喜歡吃這些 但是這些就算過熟了 都可以的 不會那麼嚴重 你跳舞那種 這個是肉眼 今天我是否開火 加太大了 是的 今天火很幸運 對 先切開這一塊 先切給大家看看 這個只能夠稱之為六成多 又沒有到七成 還是有七成呢? 六成,六成多,沒有七成 六成左右 讓你們看看 我們覺得熟了一點,但很多人喜歡吃這個 因為我們喜歡有血淋淋的,很多人怕血 所以他們應該喜歡吃這個 其實不要緊,你們可能煎一煎 想知道有多熟 其實在中間煎一刀,看一看中間 可以繼續煎 其實沒所謂,真的沒所謂 看到嗎?是不是也挺漂亮? 其實我看到還有少許血水 偷襲 還不行,沒有味道 甚麼?你加了少許鹽? 加了少許鹽 我喜歡加這些燒汁 加這些燒汁,我可以吃剛才的燒肉 我平時喜歡用這種燒肉 也是在日本那些燒肉市場已經買到 我喜歡加一點燒肉 不要,我放在旁邊 好味道 那你試試 你喜歡沒有汁嗎? 真真好味道 好,我切小塊一點 煎煎好味道 不要客氣 不太熟,不錯 對,是不是很美味 好香 很香 不得了 好味道 你這麼大塊 嘗嘗 這個就是這樣的煎法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容易煎 好,在這個時候 人們可能會想看牛脂油 可以怎樣做 其實牛脂油很簡單 容易到不得了 我們先移開少許這個 先移開這個 先移開這個 放在這裡 給大家看 牛脂油 嘗嘗 今天真的有很多東西介紹 很棒 我呢 因為今天帶了一個鍋子 忘了帶蓋子 可能我還是用這個 這個我需要先把油吸走 幫忙 把油吸走 我吸走這裡的油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牛油 不過我想示範這個牛脂油 怎樣 倒下來 很重 不重呢,可以的 我怕滴到四處都是 不要緊 熱嗎 熱嗎 不熱,我想拿些皮膚 我幫你拔住 好,你幫我 好,我先把油抹走 先把油吸走 把油吸走 我先把油吸走 把油吸走 把油吸走 本來不應該用這個 不應該用這個 這個鍋子 對 但我另一個鍋子沒有蓋 我免得雞蛋 都會燙到我全身 都是 就是這樣 懂得煮食的人 都是這樣的 用些塗布 先把油吸走 乾乾淨淨 再來下一步 好 都乾淨這樣 好 好 好 幸好有些東西彈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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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先蓋好 這個鍋鏟 可以嗎 鍋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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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油放了 我煮熱一點 好了 用匙羹 不要緊 用筷子 好 鍋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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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味道嗎 沒有 對 真的沒有味道 但你知道現在 輕食 牛脂油 牛脂油 是特別多 Omega-3 是對身體好 Omega-6 是不好的 往往我們的植物油 用來做機油 你想想 其實植物油 令到我們 Omega-3 特別多 還有很多人都說 會不會吃到物油 會有三糕 其實三糕 周醫生都說 三糕 最主要原因是 現在很多食物都是加工 加工的東西 會令到什麼膽固醇 周醫生是長時間吃 牛脂油 每天都幾乎檢查 健康指數都不得了 還要每天都喝酒 好了 我們 其實 我也太大火了 多視乎一點 而且它的內熱點 內熱度 是比較高 所以 有些人不太適宜 用來炸 炸 炸 或者炒 你調到某一個熱度 基本上 會釋放一些化學作用 令到有害物質 會走出來 其實 把兩個 其實就是這樣 隨便 炒一下 炒起來 炒起來就很香 牛油味 是嗎 其實真的很容易 加少許蒜 然後炒 我怎麼熄了 你說太大火了 你熄了嗎 你熄了嗎 你說太大火了 你熄了嗎 是嗎 這件事是思覺失調 好了 其實 我怎敢教你的火 我教你的火 它發火 我不是出事 這麼嚴重 就是這樣 告訴你 師傅也有說過 減肥 你們經常說減肥 一滴油都沒有 又是不行的 經常吃灑菜 在中醫的角度 灑菜都是寒涼的 當然比吃沙律菜 比吃剩餘冷 基本上它都說 最好是有空吃炒菜 不要餐餐去吃灑菜 或者沙律更壞 一開始看到好 到老了你就知道味道 又是那種 中西方文化對食物的看法 真的不一樣 Honey幫我保持 其實 加少許鹽 完成 這樣已經是一個很好吃的菜 當然是不可以 因為你看外表也知道不可以 可以了 我又不敢開太猛火 你別看這種燒烤爐 我炒蛋黃油也是靠它 它們的火很夠力 所以剛才那個牛扒 你看到我 我目測已經知道 1分45秒應該也糟糕了 我覺得有一點 不是我想要的熟度 所以另一邊 我可以立即變回30秒 出來也有點過熟 所以控制火候這些東西 真的要看一看 好 那麼 關一關它 給我一點點水 Water please 無論如何都要加一點水 謝謝 看著 沒有水 沒有水 不太好 加一點 哇 這些菜很漂亮 好 吃得 差不多了 起菜 開大 開大 現在最大了 盡大 盡大 就是這樣 很簡單 現在繼續 留888 就有這個和牛 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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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G0T G0T 好像在茶餐廳 來問冷凍茶 它是否寫C0T 那為何G0T 就是因為Gin Gin 所以稱為G0T 0T 0T OT 你看 不是令油 搞定 好 你們先吃 我先走開 你走開去哪裡? 我當然有東西要介紹 你要綿一綿 很香,你不吃蔡子酒 淡淡,來 你來 讓你這個掉 好,試一試 很棒,試試一下 剛好看,加少許水 好吃 很簡單,用牛脂油 放兩塊 蒜蓉,下菜 灑一點鹽 炒幾炒 最後放幾滴水 炒幾滴 現在菜爪很漂亮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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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真的漂亮 顏色超級脆 很簡單 我以前也不知道 以為是吃食物有幾個健康 原來現在才知道 人家出了文獻 即是2014 上次周醫生 那些研究 就是原來 動物的脂肪 才是對我們人類最好的 所以我現在很想吃牛脂油 就是這樣 牛脂油 可以用多久呢? 都很久 這個? 都可以用多 我看你都不是弄了很多 看看你用多少 你想用多少 那你繼續在這裡吃 我看看我老公有的 多加點菜 好,大家有興趣 好 包、剪、砰 哦 輸了 喝 再來 包、剪、砰 輸了 你悶到這樣嗎? 哦 原來在這裡喝酒 為什麼我跟他在這裡喝東西呢? 因為我那時候跟你去大陸 看到一人火鍋 我看到一人火鍋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 自己對著一邊吃 有公仔陪著他 他一邊對著一邊吃 一邊聊天 他一人火鍋 你見過嗎? 我就學到一人火鍋 就是一人喝東西 就跟他一起喝東西 Hello 傻熊 嘩 等我都倒一杯 這個你先在日本買回來 美不美 你看 我們在日本搬回來 這樣就已經裝了出來 這個真的好到不得了 沒錯 這個酒瓶 今天不是賣這個 不過跟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話說就是我們去日本逛街 你也知道我們不去看也要買一下 看到這一塊 我覺得很吸引 你平時喝沙啞也是就這樣針 你想想 這個酒瓶杯上去 這個酒瓶是可以移動的 你看看 有水 這樣 這樣喝杯上去 我覺得很可愛 這裡也會加一些冰 對 這裡應該加冰 保持沙啞 那種冰又不會溝淡的沙啞 沒有 而且放在家裡很漂亮 很帥 是的 當時我一看 我買一買幾個錢 哇二千多元 很貴 然後我朋友猜我買 香港不能賣 就算香港也買得很貴 後來幸好買回來 叫我買那個朋友 他有點後悔 因為他叫我買 他自己沒有買 香港原來買到四五千元一套 是的 我們當時在日本買 就買了這個回來 今天我不是想介紹這個瓶 我想介紹一個就是紀念版的大淫漾 就是我們… 大淫漾 這個今年奧運的特別版 今年香港奧運會 香港的成績實在太好了 有六個牌 每個人拿著牌 回去留念紀念 但是我們很想紀念一下 今年的奧運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又不能去日本 又不能買些紀念品 就唯有怎樣呢 我幫你手購了一個奧運的紀念版 這個就是奧運紀念版的大淫漾 清得上大淫漾 它一定是一個… 它的製法 和它磨米的百分比 米的濃度 才可以叫做大淫漾 即比起一般清酒的規格是高一點 沒錯 我待會再慢慢解釋給你 這次我手購回來 這個是全世界只有二千零一 二千零二十一支 因為是二零一 所以它每一支酒 它都有號碼 二零二一的… 這一支是甚麼? 二三四 整個都入到這裏 二三四 二三四 這叫二三四 剛好就落在我手上 即是你們出去買的酒 永遠都買不到二三四 因為二三四是屬於我的 二千零二十一支裡面 每一支都有號碼 這支大淫漾是很好喝的 除了好喝之外 它有紀念價值 就是如果朋友來到 會看到你 嗯…我有奧運的紀念版 我發現很多人喜歡存東西 是的 有些人就說 有些好就有錢的人 每年每一屆奧運 都去飛去那些地方看 看完就買一些紀念品回來 今年我相信很多人都飛不到出去 如果你的朋友這麼興奮 專門存奧運的東西 這支酒也很適合它 可以在香港買到這支酒 這支酒很辛苦才能拿回來 學到回來 我知道外面賣一千多元 一千多二千元 接近二千元 不過我現在告訴你 我這裡賣九百九十八元一支 九九八 九九八 因為我都說明 我們打閒摸摸 是益我們的朋友 所以我九九八就拿回來 而且數量也不是很多 因為很難搶 希望你快手有 還有先提醒你們 如果買這個酒的人 你一定是十八歲 你拿貨的時候 你收貨的時候 千萬不要找過 必須要出示身份證 告訴他們 不用必須要出示身份證 總之如果送貨的人 懷疑你不夠十八歲 他就會問你拿身份證 所以千萬不要叫 不夠清的酒來收貨 沒錯 所以這支酒 是很有紀念價值 還有會很好喝的 其實說到大吟釀 我本身也是一個不太懂喝酒的人 但是大吟釀 尤其是這支酒 我當時也有喝過 是很容易入喉的 我覺得女士們都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它偏有一點米味 還有甜味 不像酒精那樣的味道 所以稱之為大吟釀 確實是有些辦法 我最記得 兩年前我去石環島釣魚 當時船家就載我們出海 到處找地方釣魚 而這個船家當然也是一個日本人 上一年多的日本人 我們就叫他做派牌船長 派牌船長又很好 知道我喜歡釣魚 我當時第一次 我沒有帶自己的工具去釣 原來這麼深水 是每一次扯上來都很累 他見到我扯上來很累 他就借了他的電動腳給我 那你也知道 他那套東西也不算很貴 但也不便宜 那我就不生性 然後弄到那些絲 就弄到其他周圍都是 那他整副絲 那些魚絲 整副都不能要 那那副魚絲 我也知道也不便宜 那我當時就很不好意思 我就說要賠給他 死都不肯收 那我便想 不如我送回一些東西給他 那我醫生女說 當然買一支沙啓給他 我說好 那買什麼好 當然買大吟釀 我說大吟釀 我說大吟釀有什麼不同 日本人一見到 他們會很開心 因為他比起一般清酒 他又規格高些 即是質素會好些 那當我買完之後 我第二次 一送送給船長 船長只會開心到 他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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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來大吟釀是好東西 所以說 如果你自己不喝的話 你如果知道 有些朋友 喜歡喝大吟釀的話 你送這支 非常夠體面 簡直是 又夠體面 又夠開心 你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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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 你在那裏送仔 對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清酒鵝肝 清酒配清酒鵝肝 送清酒鵝肝 不錯 這個清酒鵝肝 如果給我 就不會解凍那麼久 我讓它有少許牛油的感覺 用刀切下去 像冰冷的牛油一樣 特別好吃 現在都好吃 它有牛油的感覺 就完全是 就完全是 好像我們真的吃鵝肝 那樣 軟軟的那種 嗯 都很好吃 但是呢 我覺得呢 不要解凍 不要解凍 更加好吃 嗯 這個呢 就這樣吃 嗯 可以了 很棒 超棒 先喝一口 乾杯 乾杯 七夕快樂 喂 喂 為什麼是水 為什麼是水來的 我也沒有說喝酒 我這些酒都還沒開 這是水來的 喂 你看他 都不像夠18歲吧 我怎麼會開酒給他喝呢 真的被你氣死 我開水 因為他還沒夠18歲 我怎麼會開酒給喝呢 我只是跟你喝水而已 幫我介紹酒而已 可以了 算了 你繼續在這裡介紹酒 我去隔壁準備一下 我分享的貼身享受 好 其實我介紹完的酒 不過我告訴你 今次 988 是有這瓶酒 這個盒 還有裏面這個 這個正書 但是這個框是我的 你不要以為我買這個框 這個框我自己買 我自己做下去 所以你到時候 一張正書在裏面 不要加這個框 不過你記住 這瓶酒真的很好喝 而且剛才我老婆說大飲料 為什麼大飲料 大飲料 因為飲料 它是用米 大家都用米去發酵成米酒 但是普通飲料 是將米磨到60% 留下 它就可以做飲料 但是如果大飲料 那顆米要磨到50% 留下 它才可以做大飲料 所以成本是貴很多 所以大飲料 是值得的 你試試在網上打大飲料 隨時 隨便打一瓶都過千 我介紹這麼多 這些大飲料 看看我老婆的價錢給你 又是我的時間 你看到嗎 每次有空 摸摸賣的 都是有現貨的 但是唯獨 這次台灣出產的文彈 就沒有現貨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未收成 它要到九月才有 現在我們就做預訂 預訂就是九月中就會有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文彈 其實接下來 九月就是中秋 中秋吃什麼 中秋當然是吃滷油 但是一般我們經常吃來吃 都是土炮的滷油 或者最多吃泰國的滷油 又比較少吃台灣文彈 今年你有機會 這裡可以買文彈的滷油 滷油 其實台灣的文彈 其實最有名就是台灣的麻豆 麻豆這個地方出的文彈 是最好的 五十年的果樹 即是老樹出的特別好 當然 我今天為大家介紹文彈 當然不是普通 就是一般大家都會很容易 在坊間買到 或者可能對文彈不認識的話 都可能會覺得 吃的文彈好像一般 但是因為文彈原來一年 就修成得一次 而且它的尺寸 是比起我們平時的滷油 小很多的 也都這麼說 越小的文彈就越漂亮 越大的文彈 反而質素不太好 裡面的果肉都是偏甜 而且外面的皮 你們撕的時候 最好就是戴手套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有少少 一般的 總之你們就戴手套 撕那個文彈 裡面的肉粒 就不像我們平時吃的滷油 那些果肉 不是很脹 它又不是 有些像橙肉的狀態 而且尺寸也是大 比橙不是很多 對 大比橙不是很多 現在預購多少錢 就是205元 205元就已經包送貨了 不過也是那句 都是送到你樓下的 到時你們拿單之後 店主或者大內總管水姐 就會和你們聯絡 205元是多少 3kg 3kg 6-8kg 6-8kg 以重量為標準 總之就是3kg 3kg 205元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挺划算 你放心 老公 我一定會預算三兩箱 我們大宴親朋 205元還是208元 208元 對不起 差3元 我吃了 你吃了 再記住 208元 沒錯 大家聽不到208元 沒錯 208元 有3kg 6-8顆 沒錯 有興趣想試紋蛋 又未試過 或者試過很喜歡吃 因為我聽說很多人都很喜歡吃紋蛋 是的 20-30元 一顆都很划算 當然 今年試試中秋節 人月兩團圓的時候 我們又試試紋蛋 對,現在我們又無法飛出去了 對 試試台灣 幸好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幸好物流又正常一點 雖然物流也是貴的 現在空運等等 但至少我們可以吃到一些 以前我們小時候 哪會有這麼多飛機貨吃 對 對 所以可以的 如果有興趣的 就不妨在摩摩那裏訂 好了 這個時候 講得台灣的 終於來到我今天 我真的很想介紹 重點推介 是的 就是我的內褲 我現在先走過去 大家過來看看 今天為什麼說 一定要介紹這 一種內褲 我告訴你 我這麼大個女兒 我從來都沒有穿過 這麼舒服的內褲 其實話說 這些內褲 我為什麼會找到台灣這麼遠 為什麼會找到這個品牌 話說 有故事 有段故事 那段故事 等我來講 那段故事 其實我穿過這些內褲 不過不是女裝 我穿過這些質地 為什麼我穿過這些質地 就是因為在某年某月某日 我們草曼又去台南表演 剛剛我住的酒店 原來我的粉絲在旁邊 那天有個生日 那怎樣呢 生日就叫我們 不如我們做完事 我們三個去聊聊天 反正台灣的粉絲很久沒有見 尤其是台南 我們就一起去 大家吃東西 聊聊天 聊到 後來晚上回酒店 那我這個粉絲 粉絲妹妹 她無緣無故我走的時候 送禮物 送禮物 送禮物給我 然後我回到 一看到 送一條底褲給我 原來她老公 在台南開設內衣褲廠 有一個很大的內衣褲廠 他們是專門做內衣褲的 那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 不如今晚試一試 那我就在那裏著 嘩 好正 好舒服 那一做完事 我回到香港 第一件事 一進門口跟我說 嘩 我找到一條很棒的 底褲 嘩 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認識了她這麼久 由我第一次跟她出旅程 她已經跟她逛街 她什麼都 即是行購物樓 她什麼都不行 她只說我想買底褲 從認識她第一天開始 已經到處去到全世界都買底褲 但是沒有一條底褲 她是可以由早上穿到晚的 男生 通常穿得舒服 都是穿那些叫做 賣煙湯 她說戴煙湯 你早上不能穿到外面 對 對 她穿那些三角褲 我覺得又是不舒服的 那次她的支持者 妹妹 就送了一隻平腳貼身 沒錯 她說她竟然找到一條底褲 又會覺得穿得舒服 還可以由她洗完澡 到睡覺到外面 都可以穿同一條底褲 不用換底褲 是啊 然後她既然說得那麼舒服 她說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你快點叫她再寄十條八條過來 快點幫她買 當然她當然不只是寄你的男裝低褲 竟然也寄女裝 你說到男裝那麼舒服 應該女生也不差了吧 一旦穿上去 哇 不用說 我真的未穿過那麼舒服的內褲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時候我真的要介紹 我先走過去 你過去吧 你知道我實力偶像派 我不可以走過去 實力偶像派 你自己介紹 好了 首先她的賣點是哪裡 全台灣製造 剛才也說是一間台南的 一間做內衣褲廠 她跟有些品牌不同的 就是她全件事 由搜羅這個布料 去到人工 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都是台灣 那麼這些 你從哪裡做都不管 最重要是舒服 她第一種舒服是什麼 她從來 很多時候我都說了 我們一生銀裡面 真的除了一條底褲 你是真的長時間 你是會穿 除了你洗澡那一下 你是會脫之外 你基本上洗完澡 你24小時 你都是穿著內褲 所以一條很穿的內褲 是很重要的 我都說了 就算空圍 你也有時未必 睡覺你也會脫 但你睡覺 你也會穿著內褲 我就是在說 她第一件事 令到我覺得她舒服 就是第一件事 你穿上去之後 你是感覺到沒有感覺 有時有些內褲不舒服 你穿著是有感覺的 那種感覺是什麼 譬如又穿著你這裡 又勒著你 然後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屁股的位置 經常是我們所謂的卡屯 即是卡住你的中間一條 古縫 很多時候會走位 尤其是這兩邊 經常都會走位 好了 她的內褲 出了名是不會卡屯的 就算怎樣移動也好 就算移動了少許位 都不會令到你覺得 你是要拔那條內褲 那種黑人憎的東西 那她呢 現在我介紹 在我面前這一隻 淺藍色這一隻 就叫做牛奶肌 為什麼這麼有趣 叫牛奶肌呢 因為她的布料是很特別的 你摸下去 那種感覺是 好像蠶絲那種牛奶那種感覺 它簡直是你擺上手 它裡面還要加了一隻 叫做膠原蛋白 為什麼這麼厲害 牛奶肌又有膠原蛋白 這就是她這條內褲的特色 它有一種滑得來的感覺 是你自己穿完之後 你都會很想摸一下它 真的 你真的會 如果你們有機會買回去 你就會知道我說什麼 而且為什麼要加入膠原蛋白 尤其是有些女士特別容易敏感 即是她的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你加入了膠原蛋白 這一隻成分 它有一種沙腺 叫做膠原蛋白的沙腺 它就會令到你 這些狀況會減低很多 最重要的是 這個款式有多好看 這一條是一條中腰的 那何位做 你看到 後面又這樣 前面呢 就是款式就是這樣的 它是中腰來的 中腰其實就是在肚臍 四隻手指位 就叫做中腰了 如果是高腰的話 旁邊這一條就叫做高腰了 那就是兩隻手指位 那說回來 這一隻牛奶肌呢 就是給一些追求 真是很滑滑滑的感覺 你就自然特別想穿這種 因為真的 我還沒摸過一些滑到這樣 好像絲 蠶絲 不是絲 絲一般滑的一種質地 那我也說了 其實品牌也有說過 原來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應該 換下不同的高度 有時穿下高腰 有時穿下中腰 甚至乎你有本錢的話 可以穿下低腰 我沒有那種本錢 所以我穿來穿去 都是中腰和高腰 所以今天我買都是中腰和高腰 那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呢 尤其是有些女生 那些皮膚呢 是比較容易起胸的 那譬如你長期呢 你那個高度呢 在中腰呢 你經常都摩擦在同一個位置 那變相有時有些真的 在這些位置 或者在這些大腿欄那些位置 是會很容易會起胸 甚至乎敏感 那現在加入了膠原蛋白的話 這個情況就大大改善了 那還有它有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它的褲底呢 可不可以拿一條褲 這個褲底這個 好了 就是講講最絲襪的這個位置 就是抗菌的 那其實抗菌也很重要 之前可能有看過Live的 都有講過關於 就是很多時候 絲襪處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煩惱 很多困擾的 有時候感染了一些真菌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 可能底褲也不乾淨 如果可以 經常都說透氣 透氣很重要 其實透氣之餘 如果有抗菌的話 就更加可以令到這件事的 即是爆發出來的機會 是會有降低了的 而呢 我以前呢 都曾經 試過買過一些 類似這樣質地的底褲 覺得很滑很滑 原來摸上去滑 當你一穿上去的時候 你一出汗 原來它都是搭著你的 但是呢 這個牌子 是台灣 叫做法朵 那它全條LINE的底褲 在說 它的質地是很快乾 它不僅不會搭肉 你知道嗎 有時候做起運動 你不要說做運動 有時候夏天一熱 一出汗 就算它之前摸下去很滑 它一出汗就會搭著你的 這個東西是很恨的 還有它呢 整間廠是說 有80位真是很有經驗的師傅 一針一線 尤其是去到這些橡筋邊這些位置 是人手車下去的 那很多大廠 甚至乎有些大的品牌 它是沒有自己自家的工廠的 他們都可能外判了出去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為什麼說不卡屯 就是因為它是很人性化 因為每一樣 去到最重要的工序 它都是找師傅去車 而他們用了這80個師傅 都不是說隨便一個工廠女工 走到位置就可以車得 因為起碼要有幾年的經驗 還是很熟手 真是熟手女工 才可以車得到 才能升任到這件事 那基本上呢 廢的工時又長 成本是絕對高了的 因為它出貨會慢了 它不是流水式 但是它又不貴 說的是幾十元一條 那我覺得大家真的一定要試一下 就是我自己都在穿著 那其實呢 說到牛奶機 即是在它系列來說 暫時在這五款裏面 牛奶機是叫做最貴 因為呢 這一種物料呢 是那個 第一 它所有都是很薄的 但是薄得來呢 它是很實正的 很耐用的 即是它不會說 用兩用呢 或者穿兩著呢 這條邊又弄光了 那些布又弄光了 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呢 其實呢 不是很多的品牌呢 會有這種牛奶機的物料 會出現到 因為成本太貴 大的品牌呢 即是比較普遍的大品牌呢 他們一定不會選用這些材料 因為成本太高了 他都不知道要賣到多少錢 那你就知道 大品牌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是下去做廣告啊 那所以呢 變相呢 他們就不會選用這麼貴的質地的 或者這麼好的質地的 一些材料來做 那但是其實呢 都 在台灣都有一些品牌呢 是有用這個質地的 但是它賣到差不多 200元港幣一條 那所以現在說賣幾十元一條 我覺得是 真是奮思福利 大家真的一定要試試 那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後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 那它有幾個顏色的 好了 我們不如看看這個牛奶機 有些重要的 是有 有 又有 黑色啦 有些這些就叫做 乾燥玫瑰 玫瑰籽的 好了 那也都有這個顏色啦 那其實 應該是不是有五六個顏色的 我記得 不如我們打字 打多少字呀 店主 我們打多少 我們打多少 OK 我們打三九八 打三九八呢 你就會看到 在一個留言裡 你會看到 關於這個品牌的底褲 當然我還未介紹完 這個是有六隻色 中腰都有六隻色 中腰都有六隻色的 好了 那它其實 同一個 這個牛奶機 它也都有一個高腰 這個是中腰款 好了 給兩個高腰款 先 高腰款 因為實在賣得太好了 高腰款 有多少個顏色 高腰款 高腰款 好了 這個呢 有四個顏色的 OK 這個是高腰款 都是牛奶機 來的 這個質地牛奶機 高腰款 高腰款 我也說過了 是兩股腰款 對落兩隻手指 就是高腰款 這個也是牛奶機 好 你看 旁邊這個呢 旁邊這個款 一樣的 但是它不是叫做牛奶機 它是雷絲小姐 雷絲女神 它是全條抗菌的 剛才我說了 它在絲襪部位 那個褲底裏 就是抗菌的 而這個是全條褲 連同這些位置 整件事 連同底 褲底 都是抗菌的 而它加入了一個 元素 有一種材料 叫做Sync 就是之前 我也介紹很多 薪製品都有Sync 新 金字邊做了辛苦的新 Z-I-N-C 它加入了這個 元素 整件事 抗菌度 就更加高 這個叫做雷絲小姐 而這個就是高腰的 跟剛才牛奶機的款式 一樣 不過那個就是牛奶機 質地有些不同 但一樣 都是說很薄 你看 很薄 很薄 很舒服 那些底褲的邊 又是你穿完之後 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尤其是 這些 很薄 這些位置 托給你們看看 這些位置 你會覺得 有時會覺得很不舒服 它們採用的車法 連車一條 這些橡筋 都很講究 它有解釋過 當然我不明白 總之 它車上不會感覺到 會硬著你 那樣東西 那這個 就是 雷絲抗菌的高腰底褲 這個就是全條抗菌 這個就是下面的 褲底抗菌 牛奶機 布質有些不同 雷絲小姐 這個女神系列 其實除了這個款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噢 現在 阿水水話 就是這個隱身 對 就只有黑色 因為真的買到斷了 黑色和這個膚色 只有這兩個顏色選擇 這個真的值得推介 到時就 看看你喜歡哪個 混合 看看你喜歡哪個組合 另外 這個 抗菌 也有另外一個款 也是高腰的 抗菌高腰的 都是 雷絲女神系列 好了 逐條逐條來 就是這樣 前面 就是 什麼都沒有 就是 那兩個 雷絲就在這裡 而這個 抗菌雷絲女神 就在後面 看到嗎 在屁股的位置 我以往 都穿過很多 雷絲的東西 我覺得很服的 因為 永遠雷絲的位置 是令到你最癢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條 雷絲雖然在屁股這個位置 第一 不會壓到你 覺得很癢 因為你也知道 這裡始終有點凹凸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日雷絲 它不會令到你癢 更加不會令到 又是 塞進去 鼓腩那裡 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 它包團 包得很舒服 而且 它的彈性 是很高的 這一條是 Elma 拿著 你看 哎呀 因為它有個 有個 這些牌 就是防止你 一拆開了 就知道 這條褲 可能曾經有人穿過 或者 這個是一個 安全的 你看 可以抹得很大 它的彈性 是很高的 超舒服 這條拆開了 給你一條紫色的 你看 這個也是 高腰的 雷絲 所以 雷絲女神抗菌 有兩個款 一個是雷絲在前面 這個 雷絲在後面 有這些顏色 你看 是很舒服的 這條底褲 我真的超喜歡 最重要 不要膩 我最怕落筋 最怕走進 褲子裡 這個也是有幾個顏色 是不是 不如逐條逐條 這個叫做櫻花粉 你看 這個褲子 這個挺漂亮的 我覺得 這個是婚衣草紙 婚衣草紙 OK 史蜜褲 就是淡蜜褲 這樣子 還有一個 深茂藍 深什麼藍 深茂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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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 不是阿茂的茂 是明茂浩子的茂 就是這樣 有幾種顏色 好 最後 講完 告要第要 我發現 有一種內褲 我們都是必備的 就是無痕內褲 這個無痕內褲 很多時候 我們去做 瑜伽 或者做運動 現在很流行穿 很貼身的褲 大家就很不喜歡 看到這裡 屁股 這個位置 有條線 我稱之為無痕內褲 剛才介紹了四款 最後就是介紹這個無痕內褲 今天我就有請 Model Bobo 出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無痕內褲 他現在就已經穿了 請你搭上去 給大家看看 你的無痕內褲 這個不是來 這個是他自己的招牌 這褲的招牌 看這邊 看這邊 你看 穿上去之後 就完全一條痕都沒有 Bobo 你也幫我穿了一輪 你感覺穿這種無痕 和你以往穿別的大牌子 或者一些很興奮的無痕 粉牌的無痕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第一 就像剛才你一邊摸著的時候 真的很舒服 很滑劣劣 不過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穿兩樣東西最重要 就是不露 和不濕 對於我來說 不濕 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我之前試過其他的牌子 經常都 即是跑步也好 或者其實我經常都這樣穿著出街 好 那一路走的時候 就會摺在一些敏感的位置 對 就好像我這樣 對 就好像我這樣 一摺了之後 就要找一個 躲起來 然後就找一隻手 拔 好 看不到 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看到 就是很尷尬 對 但是你摺著你 很不舒服 整天摺在一條褲子裡 都要拔出來 但是 這件事也是令到 那些女士覺得尷尬 還有 有時候 不要說做運動 有時候可能穿一些貼身牛仔褲 或者一些貼身裙 大家都 如果有些要求 都覺得這一條 這條褲痕是很外眼的 所以 很多女士們家裡都會必備一條 這些無痕內褲 好了 這一條無痕內褲是怎樣的 我先給大家看看 先給一條 先給一條 先給大家看 好 不如我脫下 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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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了 無痕 你會見到 這條褲子 就真的很薄薄 薄 看不見到 但你會見到 為何它不卡屯 為何有些 另外一些品牌 有出名的品牌 都有出無痕 為何它們會這麼容易卡屯 就是因為 它們整件事 尤其是這個位置 這個大腿位 這個圈 它這裏是沒有做橡筋帶 如果你一不做橡筋帶 整條褲就沒有支持 沒有支持 第一件事 就是 你身穿的時候 它已經會出現 涉你鼓吶的狀況 會出現 第二件事 你穿到兩三次之後 基本上 這條褲已經開始 畏畏的了 是的 所以 它們就說 它們要做 不載一條彈弓 即是彈弓 有多難 不載一條橡筋 有多難 但它只是說 穿這些褲 除了好看 我們都要舒服 所以 它說 如果你這個位置 你不放少少彈弓 即是橡筋 這條褲是沒有支持 你就很容易會放 所以 它在這裏加了一條橡筋 就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裏是超級好穿 這裏是中腰 中腰 而且你剛才說 這個招牌突出 其實這條褲是真的很貼的 但它貼的這些位置 我最喜歡就是 我做運動來跑步的時候 這些位置其實都不會露邊出來 露邊也不要緊 最重要不要塞 不要塞 最怕是塞了下去 因為這條褲 你看到連牌子都會出來 但這條底褲邊其實都不會 對 真正 所以 家裏 怎樣都要有一兩條這些 用來做後備 用來做後備 萬一 平時說真的 我就不會選擇穿這些 但譬如我穿到一些貼身褲 或者一些貼身裙 會看到這條底褲邊 那我也要穿了 說真的 穿得舒服的長穿 當然是這些 當然是牛奶肌 還有抗菌 這個女絲 女神 平時我就一般 不過有些女生 都喜歡 是直接 all time 就是all day long 都是穿這些毛痕 真是個人喜好 只不過我講的是我自己 尤其是我們生完小朋友 始終都不會有這些 肚腩 還是很緊緻 又沒有什麼肚腩 我們這些皮 有一點鬆 你還要穿這條低腰 沒有支援 真是很難搞 所以我通常是穿高腰 中腰 有時候換一下 我都講過 這些內褲 很多時候就是 要轉換一下 有時高有時低 就是讓你那條痕 不要經常磨擦 在同一個點 所以都是一個 真是不說不懂 專家就說 其實最好是這樣的 是的 有多少顏色呢 都有 有六個顏色 剛才的藍色 有星空黑 五個顏色 五個顏色 隱身膚 淺紋粉 粉紅色 淺色也好 這些其實可以 偶然糊 淺色的衣服 都可以 所以 都有一些套套 全部都是無痕的 也是有一套套 深淺的套套 有些套套 也有一套套套 每一款都出то 又有 所以 大家纓 vy 好 打三套套 在留言中 你就會取到內褲資料 他說 這個真是誠意推介 我覺得愠λέ 我也輸了 我化妝 連我的姐姐 我姐姐便為你 妳不要說她可愛 她是一個 嘲笑� felt 的女子 他連買內褲也會隔到血都不流一滴 總之他就很隔 他穿完之後他竟然問也不問我價錢 他買每一樣東西之前都一定問價錢 他竟然不問價錢 他說已經叫我幫他訂回來 你說是不是很好笑 你留言398 很便宜 我記得印象中 這個無痕套都是二百多元 即是五十多元一條 最貴才叫做牛奶機 可能是七十元 便宜一點一條 划算吧 七十多元買了一條這麼舒服 你說的是這個新外物 除了洗澡那一刻脫出來之外 你隨時都穿著它 所以我覺得找到一條舒服的內褲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我曾經為了找內褲 不要卡屯 大家應該找了很久 最主要是它舒服 透氣 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我們平日出旅行 我們會出十天 我們便會戴十條內褲 女生又喜歡自己洗內褲 即使自己洗也好 很多時候都未必翌日乾 因為質地沒有那麼薄 這隻賣點就是 翌日一定乾 就算不乾 當你真的沒有開到冷氣 你把廁所門關在酒店 有時酒店都很焗 如果不開 你用風筒 三分鐘一定吹乾 三分鐘吹乾 所以便解決了 哎呀糟了 那些內褲不乾 亦都不用戴十條 二十條內褲出旅行 可能你去十天的話 你真的可能戴三四條內褲 已經絕對夠洗 那你只差幾條都差很遠 很煩的 戴這麼多東西 沒錯 這個也是這個牌子的賣點 大家便不妨試試 我這個真是極力推介 好了 今天謝謝寶寶 謝謝 好了 記住了 我們總共有五款 你們便留言 三九八 你就會見到有幾多種組合 你們自己選擇一些顏色 我們已經設定好了 那如果我選擇 一定是每一條都體驗完 我最喜歡的計劃 好了 這個時候 好了 我們也差不多 但差不多之外 還有一件事 我今天一定要推介 亦都是 一定要說 就是這個 33 33 33的精油 OK 33的精油 為什麼呢 其實之前 如果有幫得閒摩摩賣過的 就是買 就看過 亦都買過 很多人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嗯 很多人都已經在這裏 私下 WhatsApp 店主問何時有得賣 正當 我們 Soul Hair More 今天得閒摩摩 開倉 當然少不了它 這個精油 其實是我的孖寶 那我孖寶有什麼呢 大寶就是蛋黃油 嗯 二寶就是 33的精油 那我長時間 都會在我袋裡 一定找到它們 很多人 玩精油 很多不同花盆 這些 我一聽到 都覺得 不要麻煩了 我經常用一瓶就夠了 這一瓶已經 我已經中了幾瓶了 是啊 譬如 有什麼好用呢 其實它是可以抗菌的 最主要一件事 就是令到 有時候眼睡 即是吃完飯 很多人開工 眼睡 或者個人開始有些缺氧 你塗一些耳背 雲精 你立即 塗一塗 你個人立即精神 立即精神 另外 譬如有時候 被蚊咬 或者 有時候 肚子不舒服 胃不舒服 或者扭傷了 是都有用的 我就稱它為萬能油 我都說了 其實為什麼會接觸到這隻油 其實都是我朋友介紹給我 他就因為 知道 在韓國 我那時候也說過 韓國有個一線的明星 他之前玩一些遊戲節目 就搓傷了肩膀 一直都治不好 但有人介紹他擦這隻油 他保持著擦 他的肩膀好起來 再沒有那些痛症 我覺得很好問 他拿了代理回來香港 他就叫我 你可以分享一下給你的粉絲朋友 所以我長期用 很多朋友都用過 而且近來 每個人都要戴口罩 看看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時候 看到人家戴口罩 看到一粒東西 看到這粒東西嗎 看到這粒東西嗎 看到這粒 給朋友們看 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是什麼東西 這粒 以前我教人 把油滴在T恤上 放在口罩上 現在這個就好了 放在這裡 先放下 這粒東西 打開它 這粒東西是不能買的 只不過我告訴你 我也是在炒爆買回來的 打開裡面有些棉花 每一天 你把它倒一滴下去 好 然後放回去 先把油滴上去 好容易上去 然後 你就可以放在口罩的外面 這個 其實 有花這個位置 就是外面 另外有粒 一放 它就會放緊 但我便變態 我嫌它不夠味 我反過來 我就永遠放在裏面 我放在裏面 你知不知道 平時戴口罩 真的 很臭 因為有細菌 很多時候 你呼吸 口水鼻涕 那些 一噴在口罩上 真的很臭 但你放在這個精油之後 你會覺得 聞起來是清新的 因為它裡面 有很多成分 全枝 33 都是 意大利 而它用的植物 全部都是 自然的 裡面有十幾個成分 有丁香 百里香 迷迪香 又有 只是薄荷也有兩種 也有 油加利 有天竹葵 又有 歐洲赤松 很多很多 還有 水蛇春場 我都有點忘記 你都說了大部份 對 之前我也有說過 其實這個就是 平時用來放在手袋裡 你無論當它 用來提神 它不只提神 也可以是凌晨 甚麼是凌晨呢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想睡得 更靜 就是凌晨 你塗上去 它不會令你精神 你想睡覺的時候 它會令你 更容易入睡 有時 你也聽過 有些人玩精油 他們都會點些香氛 令自己更容易入睡 讓你那個 那個 那個老電波 可以平靜 可以平靜 開始要關機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33 好了 到最後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當然 我都說是有彩蛋 那個彩蛋就是 老公 介紹 當你買滿800元之後 你又會有機會買這個彩蛋 這個彩蛋是甚麼呢 就是 加購的 對 這是加購的 首先我告訴你 買滿都可以的 一直接買都要付60元 便可以 原來是這樣的 好的 我再說一次 原來不買滿都可以的 不買滿呢 你只買都要付60元運費 那是甚麼呢 首先這瓶 500ml的酒精搓手液 酒精搓手液 外面賣應該都要差不多60多元 這瓶 60多元 500ml 也是70%成份的酒精 對 那這個呢 就是多少% 這個也是70% 那就是200多ml 在外面賣都要30多元 它加了盧匯的 這一隻 OK 那這個就500 這個就200多 還不止 是 還有 這個 十包 對 十包 都是消毒的紙巾 一包裏面有20塊 哇 這裏很多了 200塊 對 那錢呢 23元一包 23元 23元 60多元 30多元 30多元 差不多 30多元 但現在只不過需要 三十九九 你就可以拿回家 沒錯 那每一個人最可以買幾套 店主 兩套 因為這些完全是虧買的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大家開心 因為發現這一期 大家都會特別用得多了這些 用來抹地 什麼都好 抹手什麼都好 是不是都要搓一下 這樣 好了 今天呢 我都說了很多產品 說到我自己也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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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能會有些不記得 不要緊 不記得 因為我都會不記得 只要大家留言 SOHE S O H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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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E 你是不是不讀書 一串五個字都串了 S O H E A SOHE S O H E A SOHE SOHE 今晚我所介紹過的所有產品 都會留在留言上 跟著 在INBOX上 看回 你就會看到所有的資料 再 有些什麼不明白的 你就WhatsApp店主 9832 3834 記得WhatsApp 他不聽電話的 因為人手有限 所以大家 內心一點 OK 希望下單就下單 最重要是 幫我分享這條片 希望其他的朋友 你的至愛親朋友 都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有閒摸摸 有什麼好東西賣 今天我覺得 我自己最喜歡 當然就是內褲 和一向都吃開紀念的牛 我喜歡牛 比如一些 好像酒 或者 這個當然我都很喜歡 因為其實 最主要 我不是太喜歡喝酒 但我覺得這些 作為招呼朋友 或者有些 自己家裡也喜歡喝酒 酒精 那些什麼酒精人 我覺得 開派對 這些必備 這麼方便 我這瓶 只是買紀念版 喝完之後 我紀念金 這個奧運 東京奧運週年紀念 和別人說 都記得今年幾好成績 支持一下他們 支持一下他們 OK 今天和精油 不過這個 真的是新東西 大家不妨試試 很多時候 大家家裡開派對 想到沒什麼 想好喝的話 又成年人派對的話 可以不妨考慮這個 這個 這個好東西 這個兒生女 我真的要讚她 連一些 大型的連鎖的 超級市場 那些是全部要提供 你很求她上架 還要付錢她上架 竟然 反過來 不用錢 邀請她上架 我覺得 當然是試過她的東西 才會這樣 而且她最賣點的就是 香港原味道 大家也可以不妨 買牛的時候 買這個來試一下 是嗎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其實幕後有很多人 幫我們 導演 開機 這次我們大搞座 還有水水 我們大內總管 還有店主 店主 就是這樣 今天時間差不多 希望你們買得開心 吃得開心 用得開心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幾天才會再開演戲 所以整件事 在八月內會發生 八月之後 可能你突然會看到 有一天的假空 因為什麼都不再賣 可能要等幾個月後 才會再賣 好了 你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尤其是吃過好吃的 你記得介紹給朋友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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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